大老闆们每一个月的餐序 这天还多了到手续 一个个都得紧管安检门 最美丽的董事长陈敏勋 还来回安检两次才过关 这一次的337页交流会 来了位特别来宾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席 只是8月中将召开基本工资 省议委员会 基本工资可能要再涨 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担心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的部分 台湾可能提早批业而已 我们都没有失去竞争力了 怕台湾失去竞争力 也很怕台湾的缺电危机 这一张张黑漆漆的照片 就是领口17号大停电 停电变成常态企业该怎么办 我们产业界尽可能的 在绿能方面投资吧 我们公司也在全面性在绿能 在加强投资 把该补的电力进行补起来 只好靠自己 蔡英文这一回来到 一向被视为蓝营商界后盾的三三会 企业大佬们遇到的困境 蔡英文可得好好听了 记者正宗无亲爷 森居小组台北报道